所以说疫苗现在我们加快它的一个进度 事实上不代表我们放弃了它的一个疗效跟不良反应的一个评估 所以说疫苗为什么他们做出来了 现在不能马上跟你打 就是因为它尽管加快了省批的流程 但是你不能降低它的质量 所以现在我跟我们那个杨晓明教授在讨论 我说你这个速度怎么做到 他说当我们中国的新冠的一个核酸序列公布了以后 他们马上就开始做这个疫苗了 马上做这个疫苗 他们总共是花了98天的时间 让它进入了临床试验的阶段 就是从构建就是疫苗的一个标准株 然后再生产进厂房 然后在临床试验之前 它要做很多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准备 所以把这个标准化的工作全部做掉 因为它是中国的终身所 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疫苗的一个基地 所以他们的速度就非常快 是98天的时间让它东西做弄好 进入临床 那么临床为什么会快 现在国家新冠疫苗是一个突发的传染病 危及了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生命 所以国家是加快了省批的流程 但是不可以降低对疫苗的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不良反应 跟它的一个疗效的一个要求 那么做疗效研究将来就要做三七零床研究 三七零床研究在中国 中国现在控制的这么好 病人都没有 三七零床试验都不能做 可能还得在国外爆发疫情的地方去做 那么所以在这种事情 事实上你都得完成 并不是说我疫苗弄好了 三七零床试验现在做起来很困难 给老百姓打了再说 不可以的 肯定是完成了三七零床研究 三七零床是安全的 再给老百姓打 所以哪里有什么小白鼠的事情 你想做小白鼠 我们的规矩 我们的流程都还不允许的 有些老百姓很好 他说我为了国家的防御参胜 我为了中国的看一大眼 我愿意做小白鼠 我举手冠名 我跟你讲 按国家的流程 不是你要做小白鼠 跟你做小白鼠的 没有这种流程的 流程一步都不能少 只能加快省低的速度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 国际上疫苗的 整个进展的一个情况 尽管快 但是安全和有效 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底线 没有错 这绝对是底线 这个是不能突破的 你再着急 你也不能突破 还有一个问我 是说还是不说呢 对吧 但是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说的不多 只是我经常说的话呢 反复的被 像被摘入了 就是做成短视频 好了就显得 我一直在说 所以我可以说 我今天给你在反弹 一个小时反弹 最后网络上出来的 可能就是几十个小视频 在微博里面 在扩散 有些论题 可能大家还会有争论 比如说关于吃不吃州的问题 对吧 可能诱发的是几亿的讨论 而且我昨天晚上 他们告诉我 凤凰卫视也在讨论州了 香港人也在 中国香港也在讨论州的问题 请了八个专家 在凤凰卫视讨论 吃州还是吃鸡蛋的问题 当时最近对民族的讨论州 那边晚上 那个美国的